现在海拔三千五百多 累得很 又是累又晒 走走走走走 我们从这里进入 进入草原了 大家可以看看这边的地形 非常陡 这边 如果没有这种路的话 钻起来是非常难受的 还好这有这个木道 红军当年 走这个时候 走这个地方的时候 有路没路呢 肯定没路啊 河里面的水随便喝 大哈去了 今天腰疼了有点受不了了 我们也赶紧找营地扎了 不能再走了 再走受不了了 马上都在大哈欠了 走 大家看啊 这些草原都是用铁石网围起来的 这个路两边都是用铁石网围起来的 证明这边的草原都是分过的 那你就不能随便去进人家的 牧场里面吃草 不过这个路边的草可以吃一吃 那我们现在就是找一块免费的草 然后打帐篷 然后马也可以的吃 不然这就麻烦了啊 这些牧场都是人家的 我们今天晚上就扎这片草地了 大家看 草地有很多草 我们把马切了这个放下来 马一看到草就走不动路了 那我们现在把马儿已经安顿好了 马儿在对面那片草地上吃草 那我们就扎在这片草地上 你看累爆了感觉 本来就腰疼 然后又怎么搞 都这么长时间累死了受不了了 现在马上八点了 今天手表上记录是走了21.5 时机可能要多一点 22公里左右吧 累累了一点劲都没了 我在今天 天都黑了啊 我们现在终于躺下了 可以总结一下 今天的星辰 我们今天是早上11点多 开始出发走的啊 走到现在 刚刚躺下 饿的 到后面都饿的 饿过了 现在都不想吃了 待会饭点 临时吃一下 太难受了 今天 今天 主要是我拖累进度了啊 腰疼 疼得要命 就是我起都起不来啊 就是那种蹲也蹲不下去 起起不来那种疼 后面贴了一个 腕头筋骨贴 还稍微好一点点 明天不知道明天情况 然后我们到傍晚的时候 准备扎营的时候 先问了那个老乡 那个哥巢的老乡 他原本说 是让我们去他家里面住 他待会儿天黑的时候 他就会下去 结果没一会儿的时间 来另外一个年轻的 起了一个摩托车的 带着一个小孩的牧民 然后 他让我去他们家住 我就问他 我说我们带了帐篷啥的 我能不能在这块扎营 我们的马能不能在这块吃草 他说不能吃 他这个草他们要吃的 然后他叫我们去他上面的那个牧场 那我们就打算去他那个牧场的 结果 我们刚准备走了 然后他又回头来回头来说 他说就把马放在这儿 然后让我们给些钱 给200块钱 我说马吃个草要给200块钱 啥玩意儿啊 我们就说吃吃吃 吃那些精良也要不了200块钱是吧 咱们吃玉米啊 吃豆子啊也吃不到200块钱的嘛 所以我们就说你这也太贵了 然后去他家呢 他家牧场呢 然后他要还要的更贵 要300块钱 然后后面我们就没理他了 我们就自己走了 我走出去没多远了 然后他又他又骑在摩托车上来 然后我正在用手机自拍 然后他就过来还要趁个合影 咱们合个影 而且我还感觉啊 他们可能他们挣钱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些吧 他们对钱没什么概念 动不动几百块钱几百块钱 一下子是吧 寒价特别高啊 要价特别高 因为他们这边当地的话 人工确实是比较贵一些 动不动就几百块几百块 哪有那么钱哪有那么好挣是吧 我马吃个草啊 还要收我们几百块钱 原本想到我们说像 红军过长征时一样 可以在老乡家结束呀 这种事情 结果 现在的人已经 时代变了啊 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子了 时代变化太快了 已经什么都 讲究 经济效益了 哈哈 反正这种事情 遇到好说话的人呢 你这趟旅途呢 你就可以是吧 玩得很尽兴 玩得很开心 然后遇到那种 比较 有点刁烂人的那种的话 你就 很难受了 像我们原本那个时候 准备扎营的 后面呢 又继续往前走 走到我们现在这块地上 找了好不容易找块空地啊 没有蓝的 我们现在这块地上 没有没有围缆的 没有围缆的 所以我们在这儿扎了帐篷 然后我们的马也在这儿吃草 因为主要的话是 现在草原很多地方都是分的 就分 承包到户嘛 就像我们外面的土地承包到户一样 就分到每一家了 那么他们就会把这个草场呢 做上铁栅栏 那如果你的马跑到人家里面 在那里面去吃了草的话 这个东西说不清啊 很难说 遇到好说话的 他说吃了就吃了 反正这马能吃多少点草嘛 只几个钱 遇到不好说话的说 你把我草吃了 我的马冬天吃什么 我的牛马冬天吃什么 到时候要你赔个几千块钱都有可能 所以这种事情呢 我们一定要 事先问清楚 那我们这一路呢 尽量都是让我们的马冬 都就吃围栏 外面的这种草 那或者说没有围的草 就不是世人的 不是具体到某一户某一个人的 我们吃那种草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时候已经九点多钟了 准备 我再吃点干粮准备睡吧 太难受了 我药疼的药面 来放点药吃吧 咱们带了药的 放点消音药吃一下 真的做的做不起来了 我现在 完肚子了 完肚子了完肚子了 做的做不起来了 做的没法做了 现在的情况是只能半握着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现在是什么造型啊 我现在是什么造型啊 我现在做的没法做啊 只能半撑着啊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现在是什么造型啊 哎呀 哎呀不行 哎呀不行 算了我们我们就吃点这个头包啊 咱们去没办法了啊 疼得受不了了 吃一颗吧 吃一颗吧 吃了一颗 吃了一颗头包 咱们也睡了 这个腰把我疼死了 哎呀 太干净了 太干净了 他们也睡了啊 最后再看看我们帐篷里面 我们帐篷里面是一半堆的行李 一半睡人 我们睡这一半 这一半堆的行李 啊 啊 太难受了 啊 睡吧 拜拜 咱们明天再见